所以要做這種治癒機制研究呢 因為剛剛我在談這個 找我談這個低層門健康體系 大陸是兩個系統找的 一個是他北京的體改委 他要寫這個計畫寫不出來 寫計畫的人找我問我有沒有什麼想法 他可以幫他做的寫下來 那邊他們底下是要把這個計畫交給 中國醫藥管理局的中醫醫藥研究所去做 然後另外一個是中國科學院 後來兩邊都拿到我的基本的一個建議書的看到 然後在北京那個中醫藥系統的 中醫藥醫院他剛才把我剃掉 他認為我不是醫生 他們看不懂 一方面看不懂我們的計畫 我的想法看不懂 因為我是從儀器開始做的 然後中國科學院他就很快的接受我的想法 你兩邊我都接觸過 所以實際上在中醫體系呢 這也是在台灣的一些 一些被大陸的醫學體系的一些 中醫系統的誤解 台灣很多人跑大陸去學中醫 然後呢我在上海的時候跟上海中醫藥大學裡面的頭都蠻熟的 他們自己那些大陸的中醫藥大學呢 在至少我在那邊的時候 在2002年之前 我是覺得那些系統是很糟糕的 為什麼就是說 因為大陸的每一個系統都政府給的錢不夠 每一個醫學院都自己要開醫院 從醫院站起來 去台灣也是這樣 那中醫其實就發現一些問題 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你中醫 中國人看病是好的醫生就醫隊員找他看 不好的醫生呢 你站在那邊整天也沒有找他看 所以道路也是一樣 好的醫生呢 他門庭滿的 每天都排得滿滿的 所以那個好的醫生呢 他坐堂都來不及 他不可能有時間去上課 那誰去上課呢 那坐在那邊沒有人讓他看病的 那個醫生就去上課 他不會看病的 去上課 然後呢 誰寫書呢 不能看病 沒有人找你看病 你也不會講課 就寫書 這個是笑話 但是這件事情不斷的在發生 所以現在更嚴重 像去年到這個 北京中醫院大學 他們寫書 現在誰在寫 人家電教科書 你知道嗎 是研究生 已經不是醫生了 所以更過分的一點 所以實際上 而且這是一個現象 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們跟中醫院大學的那些校長 常常吃飯 有一個副校長 他手有一個地方痛 痛很多年 他自己都治不好 結果 我一個推廣師幫他 後來他就弄好 他不相信 弄了很久 他自己搞了幾次年弄好 弄不好 然後我們那個醫生 告訴他怎麼弄 告訴他的病是怎麼來的 那這個事情 他們很利面子 但是對我來講 已經很長 時空見快 我們在大陸的 我有很多很高明的醫生朋友 但是很有趣 所有會看病的那些高明的 中醫師的朋友 都沒有license 我在大陸十幾年 我沒有見過 有license會看病的醫生 在中醫的體系裡面 因為他們的所有中醫 跟他的系統有關係 他們全部都有一手 對下面都有一手 然後呢 在當時 上海中醫藥大學 政府要給他 當時要給他三千多萬人民幣 在九九幾年的時候 那是很多錢 結果發生了一個問題 他們不知道要做啥 不知道有什麼課題 可以去填滿這個三千多萬 也就是在中醫藥大學 他想不出他該做什麼研究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中醫藥 像西藥一樣把它細管化 那中藥做成像西藥就長 然後把中藥把它分解到元素之後 再回頭來做 那就不是中藥 那變成是一次 把有機的整成無機的 再回來變成這個中藥之後 好像這個藥 是變得可以標準化之後就可以用 其實這是錯了 整個方向都錯了 所以在大陸的中醫的體系 我這麼多年交往下來是做不了任何事情 那所以我後來選擇跟中國科學員合作 做這些東西 他們也有很多的科學家可以合作 那在這裡面提到說 我常常跟一些做西醫的研究的人 其實在台灣 台灣做醫學研究 你如果去做西醫的研究 我就跟你們就怕 你的經費跟美國經費能夠比 你有美國那麼多錢去投 那你永遠只是跟在你的後面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從中醫研究呢 你只有一個對手就是大陸 韓國跟日本不太可能 因為中醫有很多的知識 不在書裡面 在我們語言裡面 在我們話 已經有中醫有很多書 被燒掉了 現在留學來說 大概做不到一半 那這些燒掉的東西呢 是在我們的文化裡面 在我們字裡面有 在書上沒有 所以韓國也沒有 日本也沒有 大概只有中國人做得出來 所以我們真正的對手 自為一個大陸 但是呢 大陸的研究環境是非常要差的 因為中醫 中醫是一個身心靈完整的科學 怎麼說呢 我們從中醫的穴位 經絡的穴位裡面來看 穴位裡面有非常多的穴位 是跟靈魂有關的 比方說這個壇中的背後 叫靈臺 靈臺 靈虛 魂門 破戶 神門 還有靈道 有很多 跟靈魂相關的穴位 是非常非常多的 中醫的穴位的取名字 都不是亂取 每個字都有意思 我舉個最有趣的大家可以看 在我們腳踝的後面這個地方 這裡面叫太西 外面呢 叫昆仑 昆仑是山 一邊是山一邊是水 這是有意義的 然後剛剛講的靈魂的穴位 也一定是有意義的 所以當初寫這些穴位的人是誰 他一定精通靈魂的治療 可是你在所有的書上找不到 通常找不到這些東西 所以顯然有非常多的書是不見的 然後呢 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對手如果是中國大陸呢 中國大陸是完全沒有希望 因為第一個 共同黨是個無神論的意識形態 第二個呢 好像在1999的時候 大陸出現了一個法輪功的事件 你看大陸在那個之前 有非常多的氣功啦 特異功能的研究啦 很多 全國到處都是 所以後來出了一個法輪功的政治事件之後 這些氣功跟這些特異功能的研究 全部被禁止 所以中國大陸的科學家 不能做任何 像上個月我們陳建德博士在這邊演講 他的那種研究在大陸是不可能做的 所以上個禮拜我找了一個大陸的朋友來 一個科學家來 我帶他去看 他們大陸的科學家就非常感嘆 他們的環境是不能做這個東西的 所以在中醫的研究 我們只有一個對手 而這個對手呢 是兩個手綁起來的 他不能考慮身心理 他只能考慮身體是唯物的 只有物質 只有肉 身的這個心靈 它不能夠存在 所以我們要贏大陸是非常非常可能的 所以在這個研究 所以在未來的這個低成本健康體系的 整個研究裡面 台灣一定是非常重要 但是目前台灣 這方面的投入非常少 工研院有一些大概在未來有可能 但是目前還沒有 這是比較可惜的 大陸的研究他們有個問題 他們的人沒有什麼想像力 科學家 他們學位很多 很多有學位的人 研究任何東西 他想像力非常貧乏 做任何項目就是 你想做這樣 他就可以做出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都很高水分的人 可是做事情就是 會不會都達到這樣 所以這個是 我們目前正在 我跟他那邊有建立一個體系 開始做這些東西 但是我很希望將來 台灣會有機會 扮演一定的角色 那工研院是有可能的 但是還要再等一段時間 所以這種研究 絕對不是一個 一個以醫學的人為主 他是多學科的 然後醫學專家只是輔助 因為這已經牽涉到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這個物理學 而且很高深的 有很多很新的 因為我們知道 人體是一個最高科技的東西 他有血有氣 上禮拜 上個月這個 陳建仁博士談到氣 氣是身體裡面存在 那這個氣的研究 在目前物理學都還沒有辦法證實它 在這個生理上怎麼去做它 另外一個就是 他在活體上做 因為中醫跟西醫 這也是另外一個很大的差別 中醫呢 從開始談的都是活體 你所有的經絡現象 當你人死的時候 血壓消失了 所有的經絡裡面的所有流動 全部停止 所以在解剖上是沒有辦法觀察經絡 一定要在活體上觀察 那西醫剛好相反 西醫是建立在解剖學上看到的東西 所以西醫的整個系統 他看到的是死 西醫 我常常笑那個西醫 我說你們本是懂死人 你都聽不懂活人 所以他所有的為什麼 我們去體檢的時候 每一個指標就是有一個 只有一個range 假設你是死 才有可能 還有就是比方說 我今天去給醫生診斷 我都有糖尿病 好 我這一輩子從此之後 都處於糖尿病患者 中醫不是喔 中醫 你今天生氣了 肝癢上抗 明天呢 腸子不好了 皮虛 你的病是每天每時不停的在變化 是動態 所以中醫的檢測 我跟中科院講說 你要做中醫檢測 一定要網路化 一定要每一個人每天固定的時間 檢查什麼東西 然後你要觀察什麼 你不是觀察固定的指標 你必須觀察它的變化趨勢 因為我們的身體呢 就像一個公司一樣 你去買股票 它只給你一個數字 你敢買嗎 你不敢買 你要看它整年的變化 你才能判斷這個公司未來是怎麼樣 過去發生了什麼事 身體也是一樣 身體是活的 所以體檢看一個數字是不準的 看一張報表是沒有用的 你必須每一個報表看前幾天 它是怎麼變化過來 它過去怎麼過來 每一個都要發出那個曲線之後 你才知道 到底這個身體發生了什麼事 這是活的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中醫在過去沒辦法做 在未來這一百年 二十一四有非常看好它 因為網路成熟 所有的檢測一定要建築在網路基礎上 每一個人每天量這個 特別你生病的時候要每天觀察 它的變化才知道 像我以前有一些朋友 他會有一個諮詢 我的身體怎麼樣怎麼樣 我就叫他去量量這個 量溫度 穴位的溫度 量哪些穴位呢 就從這個印堂開始 印堂 塑寮 鼻尖 天突 然後揪尾 肚脊 就是神雀 再來氣喊 官員 量這幾個穴位 你就可以發現它的變化 比方揪尾 這幾個穴位裡面 用肚脊當作標準點 量每一個穴位點 跟肚脊的溫差 如果這個穴位的穴位 比這個肚脊的溫度 一個三到四度 那這個人一定在打分替 他在排位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種經絡的 但是呢 我必須看他每天的變化 他每天要量三個時段給我看 我看他幾天之後我就知道他大概發生什麼事了 這個是我沒有辦法的辦法 但是現在我希望說 我在找很多做經絡椅的朋友 我想辦法你們把這個經絡椅做成網路化 把他每天上來 我們觀察他的紀錄之後 這樣就會有很多的數字可以看到 所以現在需要的中醫要走的路 一定會比西醫更前進的很多 在一次中獲esso 一路 我們 restored 絕心 很多 對 我